欢迎收看凤凰财经日报 我是王峰 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 隔夜美股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再创下收盘的新高 不过香港股市在七指接算日 维持了震荡的格局 由于南向通暂停 在缺乏北水的支持之下 港股大盘延续了淡尽的成交 全天的成交金额不到700亿港元 恒顺指出 中场小步上涨了25点 也守在了23000点大贯的赏方 那客房股普遍受压 像阿里巴巴在盘中 就再创下香港上市的一个新低 不过美团和京东出现反弹 也带领恒顺科技指数 以小幅上涨三点左手 也终于终止了四连跌的走势 2021年还有一天就进入到尾声了 港股全年可以呈现出了 一个叫虎头蛇尾的走势 那展望明年是否能够迎来转世呢 那今天话题稍后呢 我们会请出节目嘉宾 在香港演播室的招商证券 国际首席策略师郭元涛博士 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而内地A股方面 那护生股市在今天都是全线上扬 北向资金大举净买入了 有81亿元 那护制也收复了3600点关口 像白酒板块 还有元宇宙板块再度走强 创业板指走势也是领先 那中场是收涨了接近1.3% 我们先看一下报道 隔夜美股延续走强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 不过香港股市在缺乏北水支持 以及七指结算日的影响下走势反复 恒生指数小幅高开43点之后反复上扬 但午后倒跌 一度失手23000点关口 中场回到拼盘上方作收 收报23112点 上升25点 涨幅0.11% 主板成交691亿港元 蓝筹股升跌各占一半 内房股承压 医药 消费品 澳门博彩和本地地产等板块走高 但金融和科技等板块走势分化 腾讯 阿里和快手等股份下跌 美团 京东和小米上扬 拉动恒生科技指数终止四连跌 以小涨三点作收 内地股市则是全线造好 互生两市开盘后便震荡上行 互指收复3600点关口 午后大盘横盘整理 从盘面上看 元宇宙 军工 白酒板块涨幅区前 物流和航运股表现较差 互指收报3619点 升幅0.62% 深程指收报14796点 升幅0.97% 创业板指数升1.25% 科创50指数升1.43% 粮食成交重回1万亿人民币 北向资金经买入金额 大幅增加至81亿元 亚太股市普遍走低 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 今天是全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双双以下跌作收 韩国股市也收跌0.5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因为被美国实施了投资禁令 而延迟上市的内地智能软件公司 商汤集团今天正式地 在香港挂牌上市了 股价也摆脱了政治阴霾 收高了超过7% 被美国实施投资禁令 而推迟近两个星期上市的 商汤集团 周四在香港股市首日挂牌 上市仪式在香港及上海举行 商汤高开超过1% 之后曾高见4.74元 收市回落至4.13港元 超出招股价7% 成交额超过14亿港元 市地五大活跃成交股份 不计算手续费 持有一手赚280元 公司市值上升至1374亿港元 董事长徐立表示 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商汤 受到美国的武端打压 但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变革 带来的增量价值 会推动公平智能时代 商汤原先计划在本月17日上市 但是在完成公开招股同日 其附属公司被美国财政部列入 非SDN中国军方复合体公司名单 在修改招股章程后 发行规模及集资金额维持不变 但将美国投资者排除在招股以外 总经理上海龙表示 不会关注短期股价表现 会更关注长期能否坚持原创 做中国原创科技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上市仪式上表示 商汤在港上市有特别意义 因为公司是第一家 由香港科学园孕育的 科技初创独角兽 他有信心 香港会孕育出更多优秀的 科创独角兽 连同商汤 香港已经有60多家公司 遵循同股不同权架构 在香港上市 集资超过5700亿港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回顾今年一整年 港股走势可以说是虎头蛇尾 今年2月17号的时候 上探了31084点一个 全年的收盘高位 之后就一路下行 那截至今天收盘 高低波幅有8340点之多 那政府也达到了26.8% 相关的话题 我们就立刻请出的是 在香港演播室的嘉宾 郭元涛博士 郭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是不是可以说 港股在今年走势 在全球的主要市场当中 表现算是比较逊色的 我不知道对于2022年 你有哪些展望 港股会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 好的 其实港股也好 MSI中国指数也好 在主要的经济体里面 今年的表现的确非常的差 就像您刚才讲的虎头蛇尾 那下半年以来更是跌跌不休 从年初到现在 港股跌了接近15% MSI China指数也是非常表现差强人意的 跌了25%以上 那么展望明年呢 我的想法是我们有望走出低谷 但是是一个相对谨慎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第一点原因是介于香港 当然是港股是估值非常便宜的 估值便宜并不是买入这个指数 或者股票的主要的原因 那么它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个催化剂 我们觉得基本面的确是在改善 虽然现在有奥米克隆 但是我们认为全球的恢复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走势应该是不会停步下来 因此呢 对于全球这个供给链的恢复 我们是持有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的 同时呢 介于中国经济下行 蛮存在着不少压力 因此我们预测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都会边际放松 那么这会整个导致市场的流动性会转好 尤其是南下的资金 我们认为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补充 那如果是看全球市场来讲的话 明年我们认为会存在一个 两种不同的一个政策 一方面呢 一部分国家会走入一个相对紧缩的政策 那一部分国家呢 还是像现在一样宽松的政策 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资金的流动 不像今年一样 几乎是一边倒的流向美国 或者亚洲新兴市场里面 极个别的几个国家 那么这些来讲 都给港股提供了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南下资金 目前占咱们整个交易量的 接近24.5% 那么还有蛮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如果是货币政策出现了边际放松 那么对于南下的资金来讲 中国居民的国际 对于财富的一个国际配置 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因此我们也希望 这个会成为 这个推高港股市场的一个 中流砥柱之一吧 在明年 当然最核心的还是 中国经济能够稳定下来 能够稳定上扬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 那么讲到港股 必然要讲今年影响港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政策面 我们知道新经济今年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逆风 那么在很多领域 比如说未成年人保护 在这个数据安全 在团购 在这个反垄断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领域 都进行了监管 那么导致新经济估值是非常的下调 所以如果明年我们认为 这样的一个逆风 可能会接近一个尾声 这样也对新经济整个板块 上扬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催化剂 郭博士刚刚您也谈到了 说是这个在监管政策影响之下 有一些板块出现了估值大幅下调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看到像能源原材料板块 也是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情况 那对于2022年 各板块会有哪些变化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估计 是的 谢谢主持人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非常核心的问题 今年来讲的话 非常跌得多的 就是地产板块 新经济的板块 那么我们认为 地产也有可能是一个边际放松 并不是说整个对于地产板块 住房不住这个政策的一个 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 而是边际放松的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对于这个新经济板块来讲 我们觉得明年的政策的主导方向 有可能会从今年的不断发出新政策 到明年转变成一个 对于今年政策的一个执行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 如果有的话 我们认为对于市场的信心 是一个边际的提振 这样会导致整个新经济板块的估值 不会像今年这么承压 也就会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里面的话 有一些个股还是 我觉得基本面好 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呢 我们比较喜欢跟经济恢复息相关的 顺周期的板块 比如说能源 我们今年也是喜欢的 明年维持一个喜欢的一个态势 那还有就是线下的消费 比如说食品饮料 像餐饮 像旅游 像航空 我们觉得在明年 特别是在下半年 有望迎来一波不错的一个行情 这一些板块 我们是建议关注的 那么医疗板块的话 今年上半年涨得非常多 下半年的确也受到了一些回调 那对于整个医疗板块 可能明年不会像今年上半年一样 这么好的一个行情 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大龙头 一个具体非常细分子行业 的一个情况 好 谢郭博士 请保持在线 稍后我们就欧美的话题再聊 再看一下欧美股市 欧洲股市在今天最后一个 全年的交易日 全天交易日 普遍是牛皮靠稳 德国等部分股市 明天会放假 再加上投资者在观望疫情发展 影响大盘 缺乏动力 而隔夜美股虽然说 依然还是笼罩在变种病毒 迅速蔓延的一个担忧之下 但是美国假日零售的表现 比较理想 在零售股带动之下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败指数 都创下了收盘的新高 道指已经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 路德上升 中场的是收涨了0.25% 标指则是相隔一天之后 再度走强 收涨了0.14%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70次 创下历史的新高 不过由于科技股偏软 拖累了纳指 下跌了0.1% 这也是连续第二天路德下跌 我们继续请教郭博士 郭博士 我们看到2021年 美股延续了一个牛气冲天的走势 这个三大指数都是频频创出新高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说 11月的数据 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6.8% 这样一个近40年的高位 投资者也非常的担心 您觉得美国通胀的形势 会如何发展下去 以及通胀对于美国股市 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美国的通胀 它在短期内是难以降下来的 因为通胀基本上影响 美国通胀很大的一个因素 是全球供给链的扰动 那么只要在全球整个的经济 没有完全达到恢复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 一直是存在的 另外的话 美国是存在一个劳工短缺 即便是疫情恢复了 一部分失去的职位 不一定能够很快地得到补充 因此来讲的话 包括美联储 它也认为 把之前他们常用的一个词 暂时性的一个通胀 这个暂时性 在12月的FOMC会议当中取消了 其实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非常核心的变化 加息周期预期的一个提前 尤其是当这个资产购买计划 缩减这样的一个计划 从结束 从明年的6月份提前到明年的3月份 同时我现在市场上基本上预期是 加息明年会产生三次 那么这样的一个 我们通过一个历史数据的一个看法是 在每一次这个加息周期的第一个月 美股标普500是下跌的 那么三个月之内下跌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由于这个通胀 导致了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 然后导致了资金流的一个变化 导致了股市的一个下跌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美国一定要进入一个熊市 不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只是说在一定的时期内 它有一个回调 回调的幅度有多大 还是要取决于 当时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还有全球资金的一个流动状态 郭博士您刚刚谈到了 像这个缩减买债规模 还有加息在明年会成为大概率的事情 并且会对于美股造成影响 那除此之外 您觉得美股在明年 还有哪些的风险 或者哪些点 是需要投资者关注的 好的 第一点来讲 当然是这个加息周期 是大家关注的最核心的了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美国经济的增长 我们看到 其实虽然美国经济的增长 是通胀是困扰它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依然在发达经济体当中 它是领涨的 也就是说它是保持一个 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说在明年上半年 特别是上半年 它的这个经济增长 增速下滑蛮大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 这可能会导致之前 对于美国很多成长股的 这个购买的资金会降低 这是第二个风险 第三个风险 与其说美国 我觉得不如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港股也好 A股也好 甚至欧洲的疫情恢复之后 它的一些国家的股市 当它的性价比变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你增长起来了 同时估值也不贵 那么资金是一个相对的流动 我觉得这三点可能会是 我觉得投资人应该蛮关注的 当然如果说最后一点的话 美股的估值非常贵 标普从今年连连创新高 那么它的估值也是创新高 它应该是比历史的估值高 预期适应率高20%多 那么高估值 我觉得如果是说 没有很高的一个增长来匹配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风险所在 好 谢谢郭博士 参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 谢谢您 再来关注中概股的话题 内地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在美国上市不到半年就宣布退市 并且再为回流到香港做准备 那消息指出 滴滴将会在明年的年中 就会在港交所上市 那有分析预计如果说 滴滴能够成功地回港上市 并且获得较大估值的话 将会消除投资者的疑虑 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概股 会投入到港交所的怀抱当中 预计未来两年之内 会达到一个回流的高峰 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 从美国退市 准备在港交所重新上市 外界关注会否引发 在美国上市中概股的退市回归潮 有分析指出 中国内地加强对科技行业的监管 而美国证监会也要求外国公司 加强信息披露 在双重压力之下 反映美国上市中概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今年以来已经跳水超过四成 可以预见中概股回归是大势所趋 相信回流香港将成为 多数中概股的主流选项 预计下一波中概股回流 可能会集中在明年 第三至第四季度出现 目前有约240家中概股企业 在美国上市 其中有19家已经回港上市 占中概股总值近7成 根据投行高盛最新的估算 还有27家符合回港上市的标准 总市值达到约2500亿美元 为迎接新一波的海归潮 港交所也在积极部署 包括从明年开始 优化和简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 并正式启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上市机制 向回流的中概股和新经济公司 释放积极信号 会计师航普华永道认为 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 反而消除了中概股前景的不明朗 如果滴滴可以成功回港上市 并获得较高的估值 将很大程度释除投资者的疑虑 为其他中概股的回流 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 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 主要有三种途径 分别是私有化再上市 双重主要上市 以及二次上市 目前已经有多家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等大型的科王企业 都选择以二次上市的方式 回港上市 不过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 则采用了双重主要上市 但相对于门槛较高的二次上市 双重上市的方式可能更具优势 可以马上被纳入港股通 借助南向资金提高流动性 当然不管是哪种方式回流 市场认为 回归后的中概股 不但会取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认同度 在估值水平 股票流动性 以及交易量和融资能力方面 都可以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期回来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 人民银行透过逆回购操作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一会儿见 近年末美元汇价表现转强 对日元上升到了一个月的新高 人民币也跟随着 非美货币跌势下跌 极其汇价下跌到了一个月的地位 外汇市场对奥米克戎变种病毒 破坏经济复苏的担忧舒缓 风险偏好回暖 但美元汇价经过周三下跌之后 在美国经济前景良好的提振下 周四反弹 美汇指数从上96点水平 对日元突破115日元水平 创出一个月新高 对其他主要货币也普遍反弹 人民币跟随美货的走势 中间价上升61个基点 到6.3674是近一周最高位 但对于市场预测的6.3593 极其汇价早盘小幅上扬 占上一周最高位 但午后回落 中场收低79个基点 到6.3793 是上月29号以来的最低位 全天的波幅扩大到接近130个基点 离岸汇价则维持窄幅波动 在贴近在岸架的水平附近争持 至于境内一年期掉期 回升到1500点附近交投 脱离周三的11个月低位 一年期离岸与在岸掉期的价差明显收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周四 继续透过逆回购操作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但是规模缩量 那贷券市场却没有感到意外 虽然说有一些些 但是强势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表示 为了不过年末流动性平稳 而开展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 7天期逆回购操作 结束了此前两天 2000亿元的操作量模式 净投放金额缩减到900亿元 不过债券市场不改强势 市场人士指出 跨年资金已基本无忧 加上午后各种传言纷纷传出 导致国债一轮拉升 期货价格全线收高 限券收益率全线下滑 短券接棒 收益率领跌 十年期新券收益率跌至 去年6月中旬以来的新低 各主要回购利率 则呈现隔夜继续偏软 跨年资金价格反弹的局面 隔夜利率再创11个半月新低 有银行交易员指出 逆回购缩量令市场有些意外 在周五 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流动信盘中还有些波动 但总体应该没有大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30号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人行的官员在会上强调 房地产企业之间的项目并购 是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 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 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 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 鼓励并购出现房企的优质项目 人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兰 30号就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 从近几年数据看 现有的10万余家房企中 每年都会有将近500家企业 进入司法破产重组 而房地产企业间的项目并购 是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 最有效的市场化手段 从长远看 通过并购等市场化方式 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 有利于高负债企业集团 资产负债双受身的同时 保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有利于引导市场各主体 更加重视项目本身的风险评估与管理 有利于形成房地产新发展模式 促进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 人行今年创新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人行货币政策司官员在记者会上首次披露 发放第一批碳减排支持工具资金 855亿元 减少排碳约2876万吨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任洪斌 30号在出席国新办记者会时表示 今年全年内地货物贸易的进出口 有望突破6万亿美元 那增长将会超过20% 但是明年的外贸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的 工需两端都要承受巨大压力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 保持了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进出口 对GDP的贡献率达到19.5% 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任洪斌 30号表示 全年货物进出口 有望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 增长幅度将超过20% 但他同时也指出 明年外贸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供需两端均要承受巨大压力 世界经济循环受阻 港口持续拥堵 供应链局部中断 风险上升 原材料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缺薪缺贵 缺工等问题持续存在 明年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供需两端均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很可能要过一个大坎儿 另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将会在两天后 2022年的1月1号 企业正式生效实施 其中部分商品将会立即实现零关税 商务部方面表示 这将会有利于中国的优势产品出口 并会提升相互之间的投资水平 长期来看 有助于稳定中国的外贸外资基本盘 凤红卫视 你请我留见 北京报道 好 感谢收看 我是王峰 我们再会